但是看到另外最新现场高雄县有一名国三的男学生 和这两名堂弟跑去美农的这黄蝶翠骨来细水 没有想到男学生跌进了这水潭里头 而这溺斃急救无效 这母亲在现场一度伤心昏厥 向情况连线给记者张雨昕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农黄蝶翠骨这边呢 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事实上呢是从昨天中午的时候 高雄县有一名国三的男学生 他带着两个堂弟呢一起到这边来细水 但是不小心呢失足落水之后 消防队员呢是潜水搜寻一小时 等到发现这个少年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由于这个少年呢他是独子 而且平常在学校的成绩也算不错 而且是个非常孝顺听话的孩子 因此他的父母亲呢得知他细水溺壁之后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伤心 在今天的现场呢 他的堂弟也回到这个现场来看现场的情况 不过呢他们是非常的伤心 另外一方面呢消防局也表示说 由于受到这个巴巴水灾的一个影响 现场的核体呢都严重的损毁 因此有些溪谷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水很浅 但其实下面呢都是很深的水潭 这个少年溺水的地方呢就将近有三公尺高 因此也提醒民众在吸水的时候 以后要格外的注意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国三男学生在高雄县美农镇这边呢 不幸溺斃 这周末假期呢 这天气不错 汽水真的要特别小心 进行 进行